請我們楊老師來談談您這一段非常殊勝的修半道的源源 非常感謝陳老師的介紹 後學是在三代的修道家庭當中成長 後學的父親民國58年求道 其實在他求道的時候還很年輕 十幾歲的青少年 可是他在道場上面學習了很多也成長了很多 也懂事了很多 所以他進而帶動了全家人都進到佛堂來 後學的爺爺奶奶也就因為這樣子的姻緣來到了佛堂 後學是在民國67年求道 在三歲,兩歲多,快三歲的時候求道 67年後學還沒出生 後學是68年出生 後學是稍長一點點 其實一晃也已經40多年了 剛才陳老師說後學資深 其實只是比較早求道,不敢說資深 董事以來就跟著父母親 時常來到佛堂 小時候就是在佛堂長大 爺爺奶奶他們也都是親口道慶 所以我們真的是三代的修道家庭 那如果以後學現在也成家立業了 就算是四代了 四代了,即將邁入第五代 那所以呢,爺爺奶奶那時候 年紀都比較大了 但是他們還是時常回佛堂上課 也時常度人 所以我們整個家庭就是一個非常修道的一個道化家庭 那後學要分享爺爺一段非常特別的一段故事 爺爺他雖然也是60幾歲求道 可是他第一次參加法會的時候 已經是75歲的年齡了 那時候我們台中還沒有大佛堂 所以那時候要參加法會 就是我們現在的心靈昇華班 我們現在的講座 都必須要到屏東的金銘寶宮去參加 到屏東 老師您當時是住在哪邊? 或許住在台中 住在台中 到屏東應該要大概三個多小時 那時候不止 那時候因為沒有高速公路 那時候還沒有現在的這麼發達的交通 對,那時候可能只有中山高 所以到了高雄之後 還要開一段省道到屏東去 大概都要花掉整天的時間 不簡單 那這次非常的特別 大家想說要去參加法會應該是很殊勝 可是後學爺爺那台車 在路上發生了連環車禍 還好大事化小也也只受了輕傷 大家想應該會放棄了吧 出了事了怎麼可能還要繼續去上法會呢 可是他們決定還是要堅持下去 對,要到屏東去上課 那到了佛堂已經很晚了 大家都已經休息了 都在睡覺 他們也趕快就到寢室去休息 因為不敢打擾任何人 所以沒有人知道他們在路上發生的這件事情是意外 第二天一大早呢 他在看仙佛幾點就來了 7點鐘就到了 這麼早啊 比我們這個身心靈健康體驗影 足足早了幾乎快兩個小時 對 那通常都是班員等仙佛 可是呢 這次竟然是仙佛來等班員 那我們的主班老師、領班老師就趕快請班員 趕快梳洗之後到佛堂來上課來集合 是 那原來第一天呢 就是我們的南海古佛 也就是觀世音菩薩來靈壇結緣 第一位教導的班員呢 就是後學的爺爺 古佛就慈悲了 就告訴爺爺說 這次的意外本來是你的大縣 哇 各位家人知道大縣是什麼意思吧 就是可能謝謝收看 很重要的關鍵時刻 對 你這輩子就到此就Ending了 但是因為你的誠心向盜 你有這樣子的心 想要來參加這個很殊勝的法會 所以上天特地撥轉了這次的結束 希望你要加緊腳步 行功利得 用功德來回向你的顏親債主 這些累世的業力 那也很感恩 當下就立願要親口如素 要安設佛堂 還要廣度眾生 這樣子的願力 那出班之後呢 爺爺就馬上就實行自己的願力 安設了佛堂 那因為他平常呢 已經是退休的生活 他早上會到學校去運動 然後會到廟裡面去看人家下棋 這樣跟人家互動 也結了很多的人員 所以他也渡了很多的人 就利用這個機會去廣度眾生 就是安設佛堂之後就接著渡人 也行功了願 所以年歲雖然一直增長 可是可以發現他的身體呢 還是保持得非常健康 還是很健康 而且充滿活力 這可能跟他的整個這種心態上 這種積極的態度是有關係 對 因為有目標 對 有願力 對 甚至他90幾歲還能夠打網球 完全看不出來他是一個90歲的老人家 他就是一個非常積極有活力的長者 他一直到101歲的高齡 他才安詳的離開人世間 無病無痛的回到李田的家鄉 雖然我們很不捨 可是爺爺他就是用他的一生 雖然他起步比較晚 可是他見證了這個天道的尊貴 那爺爺歸空之後 很多人都來看他 來見證他身軟如眠 面色如深 就像一個長者躺在床上睡覺一樣 就真的是讓我們見證到這個修半道 他最殊勝的一刻 對 這就是道的尊貴 對 就是非常的自然 就像在睡覺的長者 爺爺爺為道做了最好的驗證 所以雖然爺爺起步比較晚 可是他修半的人生是精彩無比 對 從法會那時候 先佛跟他講 75歲了本來是你的大限 一直到101歲 他才歸空 對 這個就是什麼 修到改變了命運 而且還得到了更大的福氣 對 哇 從這個剛剛 楊老師跟我們分享爺爺這一段的歷程 尤其是人生的最大 最後的這一幕 真的讓我們也非常感到非常的開心 為爺爺感到非常開心 是 爺爺這樣子的一個 在生活中落實 也好像讓我們真正去體會到 何謂道征 禮征 天命征這個意義 尤其到最後百歲年後 見證我們這個身軟如眠 那真的是 讓我們這個身為子女 應該是很開心 很感動吧 很安心 對 寡 Jubil 寡江 寡婦